美国的驻中国大使洛家辉表示 未来大陆民众申请赴美 可以选择多年多次的签证 而且留学生跟观光客 未来也可以有五年多次的 有效路径签证 大幅放宽的背景是什么 而影响又有哪些呢 东森新闻现在就电话连线给资深的 移民律师许俊良 请许律师来跟我们分析 许律师您好 请问美国为什么会大幅的放宽 大陆民众赴美的签证申请呢 其实最近这几年呢 有关国内那边来美国的观光客 或者学生的数量比以往多了许多 然后来了以后呢 在美国这边大部分都是 限制的时间之内都会回国 所以感觉上面就变成 已经比较不会像是以前说 只要到了美国就不走了 这应该是整个政策会往 往说大方向在开放这一方面来影响 好了 那么徐律师 请问移民局有哪些打击 非法拘留的情况跟方式 事实上呢 如果说像说来美国这边 然后并没有任何身份的人呢 其实包括说在DNV申请驾照 也没有办法 然后另外是那个 社会安全号码那边呢 也没办法申请到任何社会安全号码 然后另外是最近事实上呢 有关EDD还有移民局呢 都在研查有关雇主 雇佣员工的身份状况 所以呢很多雇主现在呢 只要是碰到说员工身份上面 可能有可能有瑕疵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 这也是造成说很多人 就算是观光身份要到美国的话 几乎没有办法说在这边 没有身份的情况之下找到工作 这可能也是一方面影响到说 美国联邦政府那边 愿意说开放外国人 中国那边来的人 能够多年多次往返 不要再限制当事人 用观光签证说 变成说每年要去签一次 好最后要请问许律师的是 今年以来的美国签证申请 有哪些的新趋势 事实上最近这几个月呢 国务院在公告有关 移民名额的配额方面呢 事实上已经有看到说 比较灵活的在运用 像最近的绿卡的配偶的名额 都是马上就有 这跟以往大概半年多以前吧 大概都还要再等将近两年的时间 差别相当大 那显现说国务院在调配说 有关名额的那个灵活度 比以往要开放许多 这可能对有关说 排期要等比较久的案子 会有帮助 包括说EV3职业移民 第三类的话呢 最近排期前进的速度也相当快 可能对很多人来讲 以往要等七八年的 那个职业移民申请呢 可能接下来会缩短许多 好 谢谢徐律师来抽空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精彩内容